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方多年来树立的形象将彻底蒙塌 事到如今只能用老办法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邪 既然败在金女士身上 那就从她那找突破口 不是说检方针对性调查吗 那就针对性调查给他们看看 把金女士查个底朝天 只要找到她的把柄 胜利就指日可待了 金女士的公司 父亲的公司 金女士的家 父亲的家 和她有关的人 通通查一遍 就算手段肮脏也没办法 只有这条路可走 警方可以倒下 但他们不行 财阀可以倒下 但他们不行 政权可以倒下 但他们不行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 最后的守护者 他们是真相 是正义 如果他们倒下了 这片土地 就会彻底沦陷 金女士的客户 也跟着受牵连 她彻底崩溃 辛苦建立起的根基 被瞬间摧毁 于帝文觉得有点不妥 目标是赵会长 这样对金女士 以后很难收场 但在地检长看来 考虑以后只会后悔 如果这次还抓不到赵会长 那就真的没招了 于帝文说过 为了抓赵会长 已经放下笔 拿起刀 已经心狠手辣 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地检长现在给她机会 让她不择手段 放手去干 不惜一切代价 去抓赵会长 地检长想看看 于帝文磨了三年的刀 到底有多锋利 卢振平也觉得有点过分 要抓的是赵会长 没必要为难无辜的人 于帝文来到饭馆 而敏大哥 已经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 敏大哥头上有伤 戴了十几年的假发 也不在了 他强颜唤笑 也是心中的伤痕 看着敏大哥这样 于帝文心疼啊 敏大哥准备打一场官司 他要为那些再开发地区的人 当辩护律师 可惜现在连法庭都上不了 以前吧 进出法院就跟回自己家一样 可托了检察官的致服后才发现 法院的围墙竟然那么高 一般人 进不去啊 于帝文劝他看开点 多接点离婚诉讼之类的案子 赚点钱 房租都交不起 假发都戴了十几年 都为自己考虑考虑 把日子过好 革命大哥搞不懂 到底什么叫好日子 为人民服务的日子 不是好日子吗 替老百姓说话的日子 不是好日子吗 他希望这个世界 能多一点温暖 少一点冷漠 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虚伪 他通过司法考试 不是为了能高人一等 而是为了能让老百姓 少受点罪 尽管他身单力薄 但了胜无无 如果连他都放弃 老百姓们还能指望谁 每天挨打 每天受挫 每天哭泣 可眼泪干了 还得继续战斗 对他来说 没有倒下 就是成功 只有身体力行 让他人看到希望 才会有更多人 愿意加入进来 和他一起战斗 敏大哥别舞踏球 只愿能坦坦荡荡的 过完这一生 敏大哥的一番话 让余帝文兽意匪浅 他痛定思痛 终于下定决心 反抗那些无辜的人 如振平松了口气 针对金女士的调查 到此结束 地监长把潘次长 跟志秀找来 他怀疑金女士 出庭作证的事 是潘次长在背后操作 他搞不懂 潘次长为什么会 跟赵会长他们搭上线 潘次长以前可不是这种人 而潘次长的理由很简单 市长是市民们投票选的 要尊重市民们的判断 可志秀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市民们判断错了呢 两人就此事展开争论 地监长打断他们 无论谁对谁错 都别再助纣为虐了 被发现有检察官牵扯其中的话 就不好收成了 而潘次长却突然顶撞地监长 自己的刀即将斩向自己 那些地监长费尽心机 想掩盖的事 不久后 就会被天下人所知晓 言语中 还有点威胁的意思 雨滴文来见地监长 恰巧遇到了 刚从地监长那出来的潘次长 潘次长提醒他 地监长脸色不好 而雨滴文并没有搭理他 地监长找雨滴文 自然是因为金女士的事 威胁金女士的家人 逼他开口 只要做太卑鄙了 雨滴文实在下不去手 这不是一个检察官该做的事 最起码得有个底线吧 不然跟赵会长那种人 有什么区别 地监长非常失望 后备们都迅速成长 一个个都到了部长 次长的级别 就他还原地徘徊 甚至被停止处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敢逾越的界线 后备们勇敢地逾越了 地监长本以为他已经做好准备 所以才会让他掌刀 解决赵会长 可现在看来 地监长找错人了 伤害无辜的人 雨滴文确实做不到 要让他去对付赵会长和东方派 他眼睛都不带眨的 既然这样 那就去杀掉赵会长吧 雨滴文无话可说 地监长笑他 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他敢口口声声说自己准备好了 另一边 金女士接到赵会长的电话 赵会长表面上是在慰问他 实则是在威胁他 让他不要乱说话 时候不早了 赵会长吩咐何项摩 把该处理的都处理掉 许老板已经等了金女士很久 他亲自下厨 给金女士做了点饭吃 上次在会所救的女孩 也在反馆 他叮嘱许老板 那件事千万别跟他妈说 不然他会死得很难看 许老板劝他 不想死的话 以后就别去那种地方 许老板不再劝金女士 举报赵会长 他希望金女士能抽出身来 保护好自己 与此同时 他刚出去医院看望妹妹 金女士也想离开赵会长 但他不能那么做 他为儿子的将来考虑 他不想儿子以后 也像他这样活着 他在赵会长这能赚到钱 等攒够了钱 他就送儿子离开 韩康珠来到妹妹的病房 病房里的医生 引起了韩康珠的注意 这个医生他没见过 他想问问医生是什么情况 而医生却撒腿就跑 韩康珠立刻追了上去 一路追到医院外 医生已经不见踪影 突然 韩康珠被袭击 医生把他打得倒地不起 然后开车扬长而去 这件事引起了 于帝文的注意 还好妹妹没事 看来得派点人在这看守了 想杀妹妹的是赵会长 这件事肯定也是赵会长做的 当时没能杀掉 现在又派人来 既然现在拿赵会长没办法 那韩康珠只好自己动手 而于帝文竟然默许了 卢振平无法理解 这是在犯罪啊 可于帝文也没办法 已经无法用正常手段 去抓赵会长了 卢振平不能坐视不管 他让深宗察官去盯着韩康珠 一有行动就通知他 为了妹妹 韩康珠下定决心 动手 他巧妙地避开深宗察官 可没想到 还是被发现了 但韩康珠心意已决 谁也拦不住他 卢振平收到消息后 立刻出发 赵会长正在召开 再开发项目的说明会 韩康珠就隐藏在人群中 等待机会 何笑谋也来到这里 他让人把赵会长身边的小弟叫回来 突然 他发现了韩康珠的背影 于是立刻让人把小弟子派回赵会长身边 说明会结束 韩康珠也发现了何笑谋 赵会长正在跟大家握手之意 韩康珠一直等待的机会 终于到了 而这时 卢振平赶到现场 韩康珠向赵会长身边一动 何笑谋紧紧地盯着他 卢振平也在人群中找到了韩康珠 突然 反对再开发的人冲进会场 现场一片混乱 赵会长在众人的保护下退场 韩康珠正准备趁乱袭击 却突然被一只手抓住 阻止他的是羽帝文 这时 何笑谋看准机会冲了过来 韩康珠推开羽帝文 何笑谋挺身而出 死死地抓住刀刃 一将带人赶到 韩康珠的斩首行动 宣告失败 羽帝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他当时跟卢振平说 之所以要抓赵会长 是因为他总是耍人玩 有钱有权的 他就拉到身边 没钱没权的 他就当做敌人 他总是摆出一幅 有本事来跟我抢的姿态 战争就是这样被他引发的 最可耻的是 他还躲进人群 笑着看热闹 这种人不抓 天灵难容啊 可卢振平的一句话 点醒了他 他现在在做的 不就跟赵会长一样吗 放着韩康珠去找赵会长报仇 不就是在耍他吗 所以羽帝文才会出现在这 赵会长得知韩康珠今天想杀他 何笑谋可是拼了老命才拦住的 而且羽帝文今天也在 既然想开战 那赵会长就奉陪到底 羽帝文正在跟深宋茶馆吃饭 深宋茶馆喝的有点多 想去上个厕所 忙碌了一天的卢振平回到家中 韩康珠的房门突然被敲响 张相警被病痛折磨 女警却给他拿药 许老板的饭馆迎来一位不素质客 韩康珠打开门 无管是邻居大姐 孩子高烧 得去医院 他拜托韩康珠帮忙送一下 卖给女警药的人 今天格外奇怪 说话吞吞吐吐 还不停的道歉 突然 他一刀捅向女警 卢振平也遭遇袭 女警又跑来捅张相警 女警拼击 拼尽全力爬过去 死死地抱住卖药人 警车赶到 卖药人仓荒而逃 今夜 牺牲了两名队员 誓死保护张相警的女警 于帝文的老部下 深受察官 他们走得猝不及防 于帝文怀着沉痛的心情 去找地检长 他需要一批人 警方那边的人也行 检方这边的人也罢 只要敢跟着他 去拿赵会长的人头就行 他豁出去了 无论有什么后果 他都愿意承担 无论是辞职还是坐牢 只要能拿下赵会长的人头 让他死都行 地检长拿出手机 立刻安排人手 无论是年轻的 还是能打的 都无所谓 只要够狠够坏就行 于帝文能有此觉悟 地检长很欣慰 他只有一个要求 把赵会长弄死 好了就说到这吧 《坏家伙马尔》第五集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